大家好 今天我跟我弟弟一行两来 来到一个风力发电厂 这个地方离我的出发地大概有100公里左右 路途也不算太远 但这100多公里 整整走了我们差不多有两个半小时 光是这段上路20多公里 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 因为这种路途是特别的陡 而且路上石头特别多 几乎都是用的一打二打行走的 现在走的这段路况上是最好的了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在征途 因为有些路特别陡 而且路上那个石头和碎石特别的多 有好多车子走到征途因为意外晚熄火了 上也上不了 后面有车子跟着来 退也不能退 有好多那个夜夜车都困在那个路上 这条路对那些城市SUV和小轿车来讲 简直就是噩梦 但对我们骑行爱好者来讲 那就是我们魔力的天堂 只有在这种路况 才能把我们那些骑行者的所有技能全部发挥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风景还是不错的 很少能碰到这么好的天气 一半晚年我来的几次都是大雾连连 点本上没法看到那个粉机 如果走的高一点能见度只有三四米 一定都不夸张 这里到了夏天风景还是特别美的 而且每年都有人在这里组织露营大会 到了网上几百个帐码在一起 啥事好看 刮风景的同时 我们顺便来了解一下这种发电机的知识 我在那个发电机旁边配电室看到 这是一千五百千瓦的发电机 意思就是一小时能发一千五百度电 观察了一下它这个转速 大概五秒转一千 根据所有数据来计算 它转一千大概发两度电 我查业了有关资料 这种发电机的风险直径 大约是八十二米左右 乘以云周六三点一四 得到二百五十一米 当我盯着这个发电机发呆的时候 突然一块前头大的冰块 成天而降摔在我面前 这就是刚刚掉下的地上的一块冰块 已经碎掉了 这样看来 这里的气温达到了零度以下 导致了深夜结冰 就跟那个飞机的机翼结冰一样的道理 要是不走硬的话 砸成了人的要害 那获果简直不堪设想 深夜结冰在当今世界上 仍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难题 所以管道母友们 当你们在极低的气温下 去观光这种发电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冰块 刚才通过计算 深夜的周长大概二百五十米 以它现在的速度五秒撞一切的话 它那个圣经的速度 可以达到一百八十公里每小时 所以威力还是巨大的 可以轻易把一只大型飞鸟 打得粉身碎过 甩溯的冰块威力巨大 正已到达了草山 这里风好大呀 你看一下风景 风景非常不错 就是这个来的路途太惊喜 当时也值得 我们开始搭帐篷了 到这里露营吧